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回來我們 RECORD FINANCE 中藝及資訊文價部最新一個超級強勁的巨獻 由羅相貝先生主動策劃的 RF隊波照著歐國杯2021比賽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EV 這個Project 羅相貝已經交由了EV全權主力 由於歐國杯的關係 所以他非常之心癢 就叫了一大群主持一起陪他玩明燈照亮大賽 所以我們有見及此 要搞就搞大他 所以一找就找了幾多個主持 我們找了12個主持 一共和他一起玩這個月的古波遊戲 事不宜遲先跟大家講講 究竟這個古波遊戲 我們將會怎樣去玩 先來第一個 每一個參加者我們會先派一千分的底分 每一個參加者需要在每日比賽的六點之前 提供那一日的心水 每一樣的心水 至少要投入十個積分下去下注 上注即是上限不切任何 即是你一注放一千分下去 買完都可以的 遊戲是不會切任何過關玩法的 即是文錦Sir最喜歡的那些村民戰 就不好意思了 不能玩了 只要是單頭 所有的心水的項目 都是根照著香港某個官方單位 即是足智採方面的比數的倍數而去限定的 我們因為這個倍數方面 就會因為這個時間會跳動 所以我們一律就會採取比賽日 六點鐘時候 那一個的倍數作為基準 有請各位參加者就留意了 好 如果參加者的比數在中途整個過程清零的話 是有一次跟公家銀行借分的機會 借分就需要在五個比賽日之內還清 即是如果五個比賽日 你都贏不了分的話 那就不好意思了 那你就徹底地清盤了 那如果你還到分的 那你就可以繼續遊戲 但是公家銀行就要收少少利息 就要收1.2倍的利息 那就是說你借一千分 你到時就要還一千二百分 那這個是一個復活的機制 所以參加者就請注意了 另外比賽就設有兩個階段 那16強之前就要統計一次中期的分數 那麼最低分的兩名就會設有一個大懲罰 那大懲罰是什麼呢? 羅尚培先生還沒想到 但是就先設了 那16強去到冠軍賽就另一個階段 那麼最低分的兩名一樣都是設大懲罰 而且分數是不會因為階段而重新歸零的 即是會按照16強的分數繼續下去 所以要追分就是最後兩個中階段的兩個被人懲罰 那兩個就要更加小心了 那如果分數同分是會增加懲罰名額的 即是說如果最後四個名都是同樣的分數 就罰四個OK 那總之就不要做最低分的那一層 那麼多位參賽者 那有罰就當然有獎 那獎我們會有什麼獎呢? 厲害了 我們由這個採購部 John就特地用了二萬多元 那麼我們就訂製了這個 Record Finance古波王冠軍獎座 那如果他得了的話 就希望他將這個獎座 就放在那個人的公司上面 那即是希少如果贏了就放在通海 哈哈 Eugine贏了就放在銀河 大師贏了就在信匯 如果Record Finance我們自己的員工贏了就放在這裡 那如果哭波桑贏了就放在神秘廠 就如此類推 另外有個觀眾的唐邊殼特別參與遊戲 警察邊殼最快分數清零 最快回答而且正確那一位 就可以獲得了跟加士伯共進一餐的機會 因為在這裡也宣傳了 加士伯的節目是將會有調動的 以及也會有改了的形式 所以到時如果這一位這麼有眼光 猜中誰最快清零的話 我們獲得了一次邀請他上來節目一起吹水的機會 這樣 相信聽到這裡大家都非常明白這個遊戲了 那即時我們看看有什麼參加者出現 那參賽者第一批分別由左至右開始是 羅尚佩先生 院子希先生 沈陣營先生 文錦輝先生 小冰先生 雖然知道他全名但免得說他 好了接著到第二批次 第二梯隊方面包括了 還有 Operator 阿John 好帥仔的 Steve哥 拿著一條招 不知做什麼 一點足球都不懂的 加士伯 還有EV 另外第三梯隊 由於始終是一個足球的遊戲 所以我們也邀請到 Rekka生物台方面的 Rekka師兄 Chi Diffen 和Rey 哭波桑的梯隊是會加入戰情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那邊 最重要的就是 開了一個遊戲出來 那有什麼東西看 EV 沒錯 EV覺得要不搞就搞大它 那麼我們每一晚的7點到7點半 是EV的工作效率 那麼我們Rekka Finance 和Rekka生活台 就會上載當日的賽事 深水選擇 和分數速遞 再加上EV有少少的 屁股行 那麼希望可以做到一個 每天的節目 那個叫做 比賽回顧給大家 亦都產生了Rekka Finance 史上第一個有足球節目 在這個台裡面播放的 歷史 所以希望這個 整個 會令到大家滿意 多多四十幾集的 特別節目 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EV 星期六 都是要開工的 所以請課金支持EV 笑 說笑而已 大家繼續支持我們Rekka Finance 和Rekka生活台 始終兩個台 都是需要大家的支持 這個歐國杯的遊戲 即將會在明天正式展開 大家留意 明晚的七點鐘 就會發佈第一期的 這個Rekka Finance 對波照著歐國杯的 深水真心 等等等等推介 OK 如果對這個遊戲有任何疑問 或者是有任何感受 歡迎在這段影片留言 但最重要的是 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OK Rekka Finance的 綜藝及資訊文革部 將會繼續 呈現更多的大型製作 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 看財經之餘 亦都可以看一看 我們 這班人究竟 玩其他東西 玩得多開心 或者都可以給大家多個娛樂 希望 陪著大家到那些 那麼苦悶的晚上 好嗎 那麼EV 今天的節目簡介 就到此為止 明天我們正式節目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免責聲明 Rekka Finance 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項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該不負責 同時 Rekka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認識之身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kk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kk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kka Finance立場 Rekka Fina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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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kka protection Krait Rekka Finan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